卡申楊慧如是在2017年跟2018年受承辦了WTA女子網球比賽 但是他涉嫌是以不時發票向台北市政府交通部還有體育署來詐領了250萬元的補助款 因此檢調就以詐欺還有衛造文書罪嫌來監辦 兵分五路進行搜索 其中的掛名公司負責人楊慧如的媽媽還有擔任董事的妹妹呢都被約談 這位楊慧如在訊後是以60萬元交報 楊慧如用半小時抽到60萬半保離開北界 他不回答是否有冤屈但聽到這個關鍵字 高端遠不住跟媒體確認一下有沒有聽錯 雖然他之前因為不打高端還罵人別騷擾他 但這次被法辦跟疫苗無關跟網球有關 網球協會前副秘書長趙安華去年針對楊慧如承辦WTN女網賽 疑似經費福報向北界告發 雖然簽結但檢調後續顯然掌握到其他市政 在北市府交通部跟體育署的賽事補助款中 有250萬元由楊慧如的兩家公司已不時發票核銷 涉嫌詐欺未造文書 APG去簽約去把這個賽事從泰國挪到我們台灣來辦 中間的橋樑也應該是這個盧威如 因為楊慧如他不認識這些人也沒有本事 就是盧彥勳的哥哥盧威如 後來盧威如據我所知 他發現到這個裡面楊慧如這個辦這個比賽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請辭了 你姐姐有沒有什麼跟你說的 有沒有交代你 楊慧如的妹妹楊慧欣在公司擔任董事 也列為被告 付訓後十萬交保 媽媽陳玉英掛名公司負責人家住南部 所以檢方採用遠距訓問 楊慧如上個月才因為網軍案判刑六個月 現在則爆發女網弊案牽連一家三人 這些記者綜合報導 阿蘇 阿蘇 淇漢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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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